該問的問題剛剛有幾位委員也都把重點都問了 也還蠻多次的啦 那我想我針對某一個部分我覺得我怎麼樣都不是能夠很了解的 在這個沖之鳥礁的這個部分啊 這個事件的部分 我想要再這個進一步了解 就是在這一次事件之前 我們是不是跟日方已經有在那個海域的這個漁權的部分 有怎麼樣的一個默契 我在媒體上面有讀到 那可以請您再說明一下嗎 這個默契就剛剛我們講不成為默契啦 因為他是從2008年就向聯合國大陸交程界線委員會提出來說是這個大陸交程外部界線申請案 那當然如果他是一個島的話 他會有這個200海裡的經濟海域嘛 那目前為止是還沒有通過啦 所以所以這就是一個爭議嘛 那我們是認定他是一個公海 就是他附近周遭海域是公海 而且也是傳統漁場 他們發現有船在那邊作業就通報我們 我們也通報我們國內 國內單位就通報這些漁船 那大部分的都離開 後來只有兩艘一直就在附近啦 在附近 結果他們公務船去了以後就要登林檢查嘛 那是24號嘛 之後的事情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這個默契有一點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他有點打破那個默契就對了 這個狀況 那我想了解就是說 所以過去我們先 我相信我們都是認為那應該是礁不是島啦 那即便是一般的人看到這個相關的這個自然景觀的這個感受也不太認為他是島 那但是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跟他們有一種某一種默契 那個默契是說我們在那邊捕魚 但是如果說這個他的這個公務船來了的話通知我們我們就撤開 那他離開了我們再回去繼續捕 大家有個這樣的默契嘛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想知道說那現在這樣子發生 我們的漁船可能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他破壞了這個默契 那我們也覺得這是那個日方的這個動作對我們也很不友善 所以我們現在也派出這個軍艦然後用大動作來這個反應嘛 那我比較想了解 那這樣表示其實我們應該不太認同這個默契啊 當初我們怎麼會去接受這樣的默契呢 例如說我現在這樣舉例好了 這個漁船不應該我們的軍艦不應該是現在出動啊 他應該是在我們那一百多艘在捕魚的時候每一次去就出動 不就沒有這個默契了嗎 我的問題是在這邊啊 為什麼當初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默契呢 這個其實我們一直都是不認為他是這個他的這個島 這個就是不是一個島嘛 所以就沒有那個經濟牌的問題而是公海 那所以所謂默契是不沉穩的 那馬總統知道這個默契嗎 這個可能要問馬總統 對如果馬總統知道這個默契的話 他現在派這個軍艦我就看不懂 那他如果不知道這個 他如果知道這個默契他認為這是不對的 他應該當初派軍艦 而不是出事了現在已經沒有人在那邊 他才去派軍艦 所以我想知道那他知道這個默契嗎 是說外交部跟我們相關的這個部門 都知道這個默契 但是就是只有馬總統不知道 還是他其實知道 其實在過去也發生過 2005年還有2012年都發生過 那我們當初也都有了解是有這樣的默契存在 所以馬總統應該是知道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當初不反對那個默契 但是當有人破壞那個默契發生下後續的時候 他現在才派軍艦 那這我就覺得前後的這個順序 這個邏輯上有些問題 那後面我其實比較想了解是馬總統 他態度現在強硬到說要不排除國際仲裁 那我想了解就是說 因為我們也看過 我們自己在太平島的這個事件 我們也知道菲律賓他提這個國際法庭 國際仲裁的這個過程 那接著的後面的流程 我們大概看過別人是這樣子做的 我們如果自己要提國際仲裁的話 會是怎麼樣的過程 這個對仲裁是這樣子 要雙方都同意要合意去提出仲裁才有可能 那目前當然這個日方的態度 等一下所以菲律賓去提那個太平島的這個仲裁的時候 我們 那他不是我們沒有參與 對 我們沒有參與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那我們現在提 喔等一下那個 喔 菲律賓是南海的問題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 那像這個 沖之鳥 交的這個提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國際仲裁的話 我們的這個 程序會是什麼 因為有學者講說我們是沒有辦法提的 第一個要日本也同意啦 那然後才才有可能提出來啦 所以現在當然日本還沒有同意嘛 那所以馬總統說要提國際仲裁的這個可能性 如果對方先提出來 如果對方同意的話就可以提出來 那所以如果有學者他主張說 其實我們不是國家所以我們不能提的話 你覺得這個看法你認同嗎 當然我們不能同意他的這種見解或者說法啦 好所以我我現在在這邊這個我的疑問 主要是要釐清我覺得馬總統其實 他在從前面 不管對這一個事情的這個默契 再到後面的這一段 呃他的反應再到包括國際仲裁的部分 其實他自己本身 這個他在外交政策上面的這個立場 其實有一些邏輯上面是有問題的 那我最後還是希望啦 就是說我們如果主張一貫的立場 從一而終有很清楚的立場的話 那當初有沒有這個默契 有這個默契的話 怎麼樣跟對方是在我們的這個漁業協定裡面 就能夠去把這個默契民文化 也讓我們自己的這個漁民了解我們的捕魚的權利 那如果我們認為這個默契是不對的 是侵犯我們的漁權的 那我們就應該要強力的主張 這個不該有這樣的默契 那而且應該要想辦法明文化 何況我們跟他還有漁業協定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呃 過去八年來不管外交 甚至於兩岸的部分 很多事情都是靠一個不成文的默契 共識 喔包括跟中國大陸這兩岸共打 裡面有一些東西也說是共識 喔要先聯絡這些都是共識 都沒辦法寫在雙方真正的這個約定上面 我覺得這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到後來 怎麼樣的這個爭論都變得很難釐清 因為你不成文的默契這個沒有寫出來 對方也不承認我們也不承認嘛 我們的漁民當然也沒有必要去承認這樣的默契嘛 所以我現在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們認為那個不是島 我們認為那個是礁 我們就應該要正道光明的跟對方談判 怎麼樣把那個默契改變 是一直有表示抗議 而且也不承認那個是島 那目前我們是呼籲日方理性處理 然後我們來進行協商 就是要把這個雙方啊 能夠這個合作或者是這個處理這個 像類似糾紛的民文化 要寫到我們的約定裡面 然後希望這個把這個海域的 我們不能再繼續用過去 余補的權利啊 總是用一種共識 要獲得保障 又一種默契 那這樣人民其實是完全沒有依據的 去進行他的這個工作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